年夜菜,你们一定要做一道清脆爽口,好吃又解腻的凉拌莴笋 做法也是简单的,不能再简单了 准备一根莴笋,然后几个蒜头,小米辣就根据你自己能吃的辣度 我是特别能吃辣的江西人,所以我放的辣椒会有点多 蒜切成片,莴笋对半切开也切成片 厚薄就尽量切得均匀一点 切好放进容器里面,加入跟炒菜一样多的盐 抖散开之后腌制20分钟,沙沙水 时间到把沙出来的水倒掉,不用再洗了 把蒜片小米辣放进去 然后再来一点生抽,蚝油,辣椒粉一定要来一点 这个是灵魂,不能吃辣椒少放一点 然后再放点松龙鲜蒸鲜,泼上热油激发香味 戴上手套,彻底的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你们看这个光看着就很好吃,对不对 我帮你们尝一下,听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它有多清脆爽口了 真的太好吃太绝了,很鲜很清脆,然后也很解腻 你们一定要试试看哦 年月饭桌上这道菜绝对很受欢迎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